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你的视觉与听觉都会受到扭曲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无知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看完天能之后 回想起诺兰过去的电影 我才发现 他从记忆拼图开始 就已经很想玩这个概念了 只不过当时的诺兰 只在电影的前三分钟 玩了一下相片从显影到消失 子弹从死者身体飞回到手枪的效果 而到了20年后的天能 他在整部电影当中 都穿插了这个效果 老实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效果 对一般观众来说 实在太辛苦了 其实 天能的故事主线并不难懂 在星剑迷航系 一心入境 诺兰自己的星际效应 甚至时空旅人之期 与回到未来 或是时空线索当中 都已经述说过千百回 主角穿梭在时空当中 与过去的人事物交手 避免世界末日 然后 这个任务注定会形成回圈 到了最后 主角总是会发现 一切所发生的事情 将会是命中注定 因为他所做的 在过去都已经发生过了 但是 这代表主角不需要努力吗 不是的 因为没有主角努力在现代打拼 过去他没察觉的事件 就不会发生 所以今天的努力 反而是在确保 过去的历史 能够发生 这个故事主角的本体 并不难懂 但是到了爱绕圈子 又爱吊人胃口的诺兰手中 就被他用逻辑精算 做成了无限的回圈 而这些回圈 一层一层的 在视觉 剧情上 不断的干扰着观众看戏的感知 天能 应该是诺兰到目前为止 最大胆的一次尝试 然而 我个人觉得 这个尝试是相当冒险的做法 他经常把叙事 包藏在大量专有名词 与地名 任务代号之间 再加上倒转画面 对观众所造成的视觉干扰 最后能够清楚地 跟上他的叙事逻辑的观众 少之又少 但我个人也觉得 那也是他的企图 他很明白 观众不会看懂 要不然 就不会一直跟观众说 无知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了 但是 我还是得说 一部电影能够让观众感动 靠的并不是复杂性 而是角色的经历与情感 都能让观众同理 诺兰有许多作品的角色经历 都能让观众感动不已 记忆拼图当中 角色的自毁 让人扼腕 黑暗骑士中的蝙蝠侠 最后在景点的追猎中奔跑 让人肃然起敬 全面启动中 主角对自己太太的爱 让人忍不住的同情 也万分的期望 最后能转动的陀螺 代表的 不只是一场梦 更不用提 在星际效应当中 父亲看到女儿 长达数十年的讯息 那一瞬间 眼泪忍不住流下来的感染力 但是这一次 天能却缺乏 这样子的情感渲染力量 虽然演员的表演 依旧不错 然而观众的经历 几乎都被那些 倒准的视觉特效 与时间悖论 时间前行公式 给搞乱了脑袋 谁还有空 能够在乎角色之间的情感呢 这可能是天能最大的败笔 但是天能 还是一部值得 一看再看的电影 因为它的讯息量 大到一般人 不太可能看一次 就能通盘了解 整个故事的戏部逻辑 因此 它只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 你可能会想要再看一次 然后钻研到搞清楚为止 或是选择直接放弃 而会选哪一个 那就只能看观众 对这部电影 有多大的爱了 毕竟 无知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啊 哦对了 我个人倒是看到一些奇妙的暗示 首先 天能是在目光之城的世界观里头哦 因为诺兰一直让角色们 彼此互相提醒啊 We living in the twilight world 你看 都明白啊 他们是在目光之城的世界里头哦 难怪尼尔穿梭各个时间线 都还是看起来这么年轻迅帅 人家是吸血鬼啊 还有 天能那些倒转时光的技术 是从哪里来的嘞 当然是从怪兽 与他们产地里头的魔法师来的呀 这部片可是同时 也有三个魔法师在场内耶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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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善良的战时 战时 正义在你 让谁中汹涌 澎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